他把棉花投入坟墓的水坑中,现在凯奇像个老头似的面颊凹陷下去。 凯奇,我马上就带你出去,好吗? 刘一丝巧声说道, 刘一丝祈祷不要有任何人走到这里来。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会不会被人撞见, 而是如果有谁用手电筒照见他站在坟坑里倒尸的话, 他一定会抓起铁锹对准来人的脑壳用力劈下。 刘一丝把手伸到凯奇身子下面, 但他的尸体好像没有骨头搬往两边滚动。 突然间,他觉得只要自己一把凯奇抱住棺材, 凯奇的身体就会散成许多碎块, 然后他就会站在坟墓的箱盖边望着尸块狂豪, 接着就会被人逮个正兆。 继续,胆小鬼,不要停下来。 刘一丝用两只手臂抱着凯奇, 触摸到那带着恶臭的潮湿感, 他就像以往常从浴缸里抱起凯奇一样将凯奇抱出棺材, 凯奇的头搭在他肩上。 他看到了殡葬公司的人缝合头部与肩部的环状线纹。 刘一丝喘着气, 恶臭和儿子松软无骨的尸体使他胃部阵阵净乱。 他将儿子抱出棺材后坐在坟坑边, 暂时把尸体搁在腿上, 让两脚悬在坑边。 他脸色铁青,眼睛像是黑洞, 嘴角下垂,脸上充满恐惧, 悲伤和怜悯。 凯奇, 刘一丝边说边咬着儿子的身体。 凯奇的头发仿佛无生命的铁丝, 碰触着刘一丝的手腕。 凯奇, 一切都会没事的。 凯奇, 我发誓, 你的苦难到此为止。 凯奇, 我爱你, 爹地爱你。 刘一丝抱着儿子, 不停地摇晃。 大约一点四十五分, 刘一丝准备离开母园, 把儿子的尸体搬出棺材, 让他腰酸背痛, 筋疲力竭。 但他现在觉得, 似乎又看到了能将一切挽回的希望。 接着, 他把凯奇用防水帆布包起来, 用胶带捆牢, 再把绳子割成两段, 将包裹两头也捆好。 他盖上棺材, 然后稍稍思索一下, 再次打开棺材, 把铁锹丢进去。 因为他不能把儿子留在这里, 所以他要给月景墓园留件纪念品。 再次盖上棺材后, 他本来想把水泥香盖直接推下坑里, 但又转念取下腰带, 穿过铁环, 将香盖平整地放回原位, 再拿铁铲把泥土产进坟坑, 不过泥土不够, 无法填满坑坑。 而这凹陷部分可能会, 也可能不会被人发现。 但刘易思不容许自己今晚 为这点小事操心, 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他已经疲惫不堪了。 嗨, 哟, 我们走, 走吧, 刘易思咕弄着, 风势变大了, 尖笑的风声穿梭而过, 刘易思不安地环顾四周。 他把铁铲, 尚未派上用场的贺罪厨, 工作手套和手电筒一起放在包裹旁边。 刘易思离开帆布包裹和工具, 镜子走回栅栏边, 他望向对面, 他的思雨仍停在界边, 渴望而不可及。 刘易思看了一会儿, 然后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但他这次不是往铁门走, 而是沿着栅栏边直走到角落右转, 离开美森街。 这里有个排水沟, 刘易思仔细往里看, 沟里的东西令刘易思胆战心惊, 里面是成堆的腐烂花朵, 一层又一层, 被惊年雷月的雨雪冲刷。 耶稣基督, 不, 不是耶稣基督, 这些残渣是敬奉给比基督更老的神, 在不同的时代, 人们对他有不同的称呼。 而我想, 雷切尔的姐姐给了他一个很贴切的名字, 伟大而恐怖的欧兹魔法师, 弟弟死物之神, 沟中烂花之神, 神秘之神。 刘易思仿佛被催眠似的盯着排水沟砍, 最后, 他倒抽一口气, 慢慢把目光移开, 就像催眠失数完事后醒过来的人。 刘易思继续往前走, 再走不远便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 他在想, 自己是不是在埋葬凯金那天, 就已经将这些资料都铸藏在脑子里了。 在风声呼啸的黑夜中, 刘易思看见了墓园里的停尸窟, 每当冬天来临, 土地被冻僵了, 不适合挖粪时, 他们就会把棺材停在窟里过冬, 或者, 死人太多来不及埋葬时, 也会暂时把棺材存放在停尸窟, 进入窟中的一道双山门开在一片青草坡上, 草坡的形状十分自然, 看起来就像女人的乳房一样悦木, 坡顶距栅栏的装饰剑端仅一两英尺高, 因为与环绕公墓的栅栏高度一致, 所以并不随地形的起伏而有改变。 刘逸丝向四周扫尸一眼, 爬上坡去, 草坡的另一面有一片约两亩大的空地, 不完全是空地, 有间孤立的小屋。 刘逸丝想, 可能是墓园的工具棚, 路灯照着一整排榆树和风树, 风吹夜洞, 大树向屏风, 将这一带与梅森街隔开。 刘逸丝看看外面, 没有任何动静, 他担心这是跌倒的话会在伤到膝盖, 所以从坡顶溜下来, 走回儿子的墓地。 他衡量了一下, 他得跑两趟才行, 一趟搬裹着的尸体, 第二趟拿工具。 刘逸丝弯腰抱起帆布包裹时, 被痛得让他的五官都皱了起来。 他可以感觉到凯奇在包裹中晃动, 同时坚决不理会内心内骨 一直说他疯了的耳语。 刘逸丝将包裹抱上草坡, 他知道要怎么做 才能把这二十公斤重的包裹弄过炸了。 他先往后退了几步, 在以前轻姿势往上跑, 让冲力带他跑到能力极限的高度为止。 刘逸丝几乎跑上了坡顶, 但滑溜的青草使他稳不住脚, 就在他要朝下滑的一瞬间, 他把包裹用力一抛, 差一点便落在坡顶上。 他再爬上去, 将包裹滚去靠着铁炸了。 刘逸丝第二趟带着工具爬上坡顶。 他戴上手套, 然后将手电筒、 铁铲和鹤嘴出堆在包裹旁。 他坐下来, 背靠横蓝休息, 双手搁在膝上。 雷切尔圣诞节送他的电子表 显示出2点01分。 刘逸丝给自己五分钟休息时间, 然后他先把铁铲抛过去, 听见工具吊在草上的声响。 他试着把手电筒塞进裤腰, 但塞不进去。 于是把手电筒从栅栏空气间滚出去, 只希望不要碰着石块摔破了。 他心想, 要是带着背包来就好了。 他从夹克口袋掏出胶带, 把帆布包裹捆在鹤嘴处的一端, 用胶带将包裹和金属厨饼紧紧缠在一起, 缠了又缠, 将胶带全部用完, 再把空的胶带轴放回口袋。 他举起橱饼, 将包裹举过栅栏顶端, 他的背发出激烈抗议, 想来今夜的行动勾他受伤一星期的罪。 刘易斯松手, 让包裹连着鹤嘴锄落下, 触地的声响令他向后退缩。 接着, 他先将一腿跨出栅栏, 两手抓着两根装饰箭头, 再跨出另一只腿, 然后顺着栅栏滑下, 斜肩先触地, 整个身体也跟着落下。 刘易斯立刻找到了铁铲, 因为铲面在透过树叶的街灯照耀下反射着微光, 但找手电筒却费了番功夫, 在草地上他能滚多远呢? 他趴在厚厚的青草中摸索, 耳中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 终于, 在他推测之初的五英尺外找到了。 刘易斯捡起来, 用手遮住粘步罩, 手指将塑料开关往前推, 他的手掌立刻亮了起来, 然后他立刻将手电筒关掉。 手电筒没摔坏, 刘易斯拿出小刀把帆布包裹和喝醉厨分开, 然后带着工具走向大树, 站在一棵最大的树后左右张望。 梅森街上一片空气, 无人无车, 一眼望去, 只看到一幢房子的楼上还有灯光, 那房间里的人若非失眠便是病重。 刘易斯快步走上人行道, 从黑暗的墓园到路灯普照的大街上, 他觉得自己的样子太招摇了, 此刻他所站之处, 距班格尔第二大墓园, 紧数码之遥, 手中握着铁铲, 铁橱, 腋下夹着手电筒, 任谁看见他现在的样子, 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刘易斯迅速穿越马路, 鞋子沿路发出大大声, 往前五十码便是他的私欲, 然而对刘易斯来说, 这短短一段路却犹如五英里长, 他冒着汗, 边走边注意聆听车声, 别人的脚步声, 以及突然开窗的声音, 他走到私欲车旁, 将铁铲, 铁橱靠着车身放下, 伸手去掏钥匙, 但两个口袋都没有, 刘易斯迅的满脸冒汗, 心脏又开始狂跳, 他咬紧牙根, 压抑着呼之欲出的恐慌, 他的钥匙掉了, 极可能是之前从树枝上跳下来, 膝盖碰到墓碑, 痛得他在地上翻滚时掉出了口袋, 所以一定还在草地上, 但如果连着手电筒都要费上那么大功夫, 钥匙就更不用指望了, 完了, 整件事就因为这样一点差错而前功尽弃, 嘿, 等一等, 等他妈的一等, 再掏掏你的口袋, 灵钱都在, 灵钱没掉, 那要是怎么会掉出来呢? 这次, 刘易斯慢慢把口袋中的灵钱全掏了出来, 甚至把整个口袋也掏出来看, 没有钥匙, 刘易斯鞋靠着车身, 思量着该怎么办, 想来只有留下儿子, 再爬进去, 带着手电筒回去找钥匙, 找到天亮也, 这时, 刘易斯疲乏的脑子里, 突然闪起一道希望之光, 他弯身往车内一看, 钥匙还好好的插在引擎开关上, 刘易斯的喉咙轻哼一声, 接着便跑到驾驶座旁拉开车门, 取出钥匙, 再绕到车尾打开行李箱, 把铁铲, 铁锄和手电筒扔进去, 然后再关上, 跑开二三十英尺后, 他又想起自己又把钥匙 忘在了行李箱的锁孔里, 糊涂, 他在心里骂道, 你再这么蠢的话, 干脆就别干了吧, 刘易斯走过去, 取下钥匙, 他抱着凯奇走了一段路, 忽然听见狗叫, 而且不是随便叫叫, 而是狂好, 凶恶的嚎声响彻整条长街, 刘易斯站到一棵大树后面,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他站在树后, 准备看着街道两边的住户 点亮屋里的灯, 幸好只有一家开灯, 就是在刘易斯正对面那家, 过了一会儿, 他听见粗哑的人声吼着, 阿福, 不许叫, 斯坎伦, 叫他住嘴, 否则我要报警了, 有人在刘易斯站的这边对吼, 吓了刘易斯一大跳, 这下他才发觉, 他以为这条街上一片空气的印象, 错得有多离谱, 他的周围全都是人, 有几百双眼睛, 而那只坏狗正在攻击刘易斯 唯一的朋友, 睡眠时间, 他在心里骂道, 该死, 阿福, 你去死吧, 阿福又叫了起来, 正当他又要开始狂嚎时, 一记重重的打击声使他的嚎叫变成了低横, 接着是关门声, 梅森街再度陷入寂静, 阿福家的房子侧面还亮着灯, 但一会儿后也关掉了, 刘易斯抱着包裹穿过马路, 回到他的私域车旁, 他在一路上没有看见任何人影, 他一手紧抓着包裹, 另一手掏出钥匙打开行李箱, 行李箱放不下凯奇, 刘易斯试着直放, 横放, 再斜着放, 但都放不进去, 思域的行李箱太小, 他得把包裹折弯才行, 凯奇不会在乎, 但刘易斯不肯这么做, 快, 快, 我们快离开这里, 别再出状况了, 刘易斯站在原地进退不得, 手上还抱着儿子的遗体, 这时他听见由远而近的车声, 顿时他不假思索, 立刻抓起包裹, 抱到前面, 拉开车门塞进后座, 刘易斯关上车门, 再到后面观醒李箱, 一辆车飞驰穿过十字路口, 刘易斯听见最汗的吆喝声, 他坐到驾驶座上, 发动引擎, 正要伸手打开车头灯, 突然有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 包裹里的凯奇是不是面朝后座, 他的膝盖有没有弯错方向, 他深陷的眼睛是不是望着后面的玻璃, 不要紧的, 刘易斯怀着疲乏的愤怒回答自己, 拜托你别乱想, 这根本没关系好吗? 不, 绝对有关系, 座位上是凯奇, 不是一捆毛巾, 刘易斯伸手过去, 开始轻轻按摩防水帆布, 用手指感觉里面的轮廓, 就像盲人用手辨识物体, 终于, 他摸到一个凸起的东西, 是凯奇的鼻子, 对着正确的方向, 确定之后, 刘易斯才打进排档, 开上回到绿洛镇的25分钟车程, 52, 那天凌晨一点钟, 贾德森, 克兰德尔的电话响了, 在深夜的空屋中尖叫, 惊醒了贾德森, 他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正梦见自己23岁, 在铁路的宫棚里直夜班, 跟两个同事围着探炉取暖, 喝着佐治亚排威士忌, 漫谈个人藏在心底许久的故事, 电话铃声吓了他一跳, 他觉得脖子僵硬, 转动困难, 觉得有个恶心的重物, 像石块一样压在心上, 他心想, 大概就是从23岁到83岁, 这60年的岁月在压着自己, 贾德森从椅子上里站起来, 挺直身体, 抵抗背部的僵质, 他穿过客厅, 来到电话机旁, 是雷切尔打来的, 老贾, 他回家了吗? 还没有, 贾德森说, 雷切尔, 你在哪里? 听声音好像很近, 我是离得不远, 在缅因州高速公路的 贝德福德休息站, 贝德福德, 我不能留在芝加哥, 我担心, 不管让哀历不安的是什么事, 现在我也感觉到了, 我知道你也感觉得到, 从你讲话的声音就听得出来, 呃, 贾德森掏出一支烟塞在嘴角, 他擦亮火柴, 注视着火光, 他的手在发抖, 在这不幸的事件发生前, 他的手从未抖过, 他听见叶峰在屋外逞胸, 好像想抓住这房子, 猛力摇晃, 魔力在增强, 我感觉得到, 老贾, 请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贾德森认为, 雷切尔有权之道, 也必须知道, 他会告诉雷切尔, 一五一十全盘托出, 他会指出, 这一串连环事件, 让雷切尔看清楚, 诺马心脏病发, 猫之死, 刘易斯的问话, 曾经有人被埋在那里吗, 凯奇去世, 只有上帝知道, 刘易斯此刻, 为这一系列事件, 建立了什么联系, 贾德森会向雷切尔说明, 但不是此刻, 不是在电话里, 雷切尔, 你怎么不搭飞机, 怎么会在公路上, 雷切尔解释他如何在波士顿 错过了班机, 我租了辆车, 不过我看我没办法 赵玉记的时间赶回家了, 我从洛根机场 开上高速公路时迷路了, 我现在才刚进入缅阴州界, 我猜在天亮前还开不到家, 老贾, 老贾, 请你告诉我, 我怕急了, 可是却又不知道 自己到底在怕什么, 雷切尔听我说, 你开到波特兰后先停下来, 听见了吗, 找家汽车旅馆, 住, 老贾, 我不能呢, 住下来休息, 雷切尔, 别烦恼, 今天夜里可能有事发生, 也可能没有, 如果发生了我意料中的事, 你最好不要出现在这里, 我想我有能力应付, 也应该由我来应付, 因为这场货是我惹出来的, 但如果没发生什么事, 你明天下午回来正好, 我想刘易斯一定会喜出望外, 老贾, 我睡不着, 睡得着, 贾德森说, 雷切尔, 如果你开车打瞌睡, 把租来的车翻下公路送了性命, 那时候刘易斯该怎么办, 艾力该怎么办, 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 如果你告诉我, 我也许会听你的劝, 我一定要知道, 当你回到绿洛镇, 我要你直接来我家, 贾德森说, 先来我这里, 不要回家, 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 雷切尔, 我会守着等刘易斯回来, 告诉我吧, 雷切尔说, 不, 我不在电话里讲, 雷切尔,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现在你就开到波特兰找旅馆休息, 线路另一头沉默许久, 好吧, 雷切尔终于开口, 老贾, 也许你是对的, 我只请你告诉我一件事, 情况有多糟, 我能应付得来, 贾德森镇静地说, 虽然情况是够糟的, 外面出现了车灯, 正慢慢移动着, 贾德森欠身往外看, 等车子驶过克里德加, 出了视线之后, 他才又坐下来, 好吧, 雷切尔说, 可是剩下这段车程里, 我会觉得头上压了块大石头, 让石头滚下去吧, 贾德森说, 请你先为了明天保重, 一切都会没事的, 你答应告诉我整个故事吗, 我答应, 到时我们一块喝啤酒, 我全部讲给你听, 那再见了, 雷切尔说, 暂时再见, 暂时再见, 贾德森同意, 雷切尔, 我们明天见, 在雷切尔还想再说些话前, 贾德森挂断了电话, 贾德森记得药柜里还有咖啡音片, 可是他找不到, 他把没喝完的啤酒放进冰箱, 冲了杯黑咖啡, 他端着咖啡回到落地窗前坐下, 喝着咖啡, 看着屋外, 咖啡以及和雷切尔的对话, 让他保持了45分钟的警觉, 然后他又打起瞌睡, 老头子, 站岗不能打瞌睡, 你买了东西, 现在该付出代价了, 所以, 站岗不准睡觉, 贾德森又点了支烟, 深深吸了一口, 然后咳咳不停, 他将烟割在烟灰缸的凹槽里, 用两只手揉着眼睛, 外面的公路上一辆十轮卡车及时而过, 车灯雪亮, 穿透了起风的不宁之夜, 他发觉自己又昏昏欲睡, 于是急忙睁眼, 同时打了自己积极响亮的耳光, 打得都耳鸣了, 这时他心里开始恐惧, 有个隐秘的访客踏进了那块神秘之地, 那魔力让我打瞌睡, 他在催眠我, 不许我醒着, 因为刘一丝快回家了, 我感觉得到, 他要把我赶开, 不行, 贾德森不肯屈服, 绝对不行, 你听见了吗, 我要阻止这件事, 这太过分了, 风沿着屋檐呼嚎, 对面路边树上的枝叶 摇摆着, 引人入眠, 贾德森的心子, 又回到六十年前, 与两位友人职业搬世为炉, 倾吐心事的情景, 如今只剩他一个了, 雷尼被架在两节车厢间死了, 乔治去年心脏病发刚去世, 只剩他还活着, 人老了就犯糊涂, 有时候糊涂会扬装成慈祥, 有时候又扬装成慈祥, 老爱把古老的秘密讲出来, 告诉别人, 传下去, 从酒瓶倒进新瓶里, 所以这个犹太商人走进来说, 我有样东西你们一定没见过, 这些明信片上, 看起来硬的是穿着泳装的女人, 但只要你用湿布一擦, 就会贾德森的头垂下, 下颚慢慢与胸口接触, 就会全身光溜溜, 但等干了之后, 泳衣又会跑回来, 我还有其他东西, 烟灰刚凹槽里的烟块烧完了, 留下长长的一截烟灰, 贾德森睡着了, 当车尾红灯一闪, 刘易斯将私欲轿车, 开上自家车道时, 贾德森没听见, 动都没动一下, 也没有醒来, 正如同罗马士兵, 抓走一个名叫耶稣的游民时, 彼得沉睡未醒一样, 53, 刘易斯在厨房抽屉里找到一卷没用过的包装胶带, 又在车库放冬季轮胎的角落, 发现一卷绳索, 他用胶带把铁铲和贺嘴杵捆在一起, 又用绳子做了个简单的网带, 他用网带装工具, 手上抱着凯奇, 刘易斯拉开私欲车门, 拖出帆布包裹, 凯奇比究极众多了, 等到他把凯奇弄到米克马克股葬场, 恐怕他已经是爬着走了, 而且还得挖坟, 铜肩硬的石头和很多的泥土奋斗, 他想, 传道桥头自然指, 刘易斯走出车库时, 用手肘灌的电灯开关, 他在柏油路面和草地相接触站了一会儿, 黑暗中他可以辨认出通往宠物公墓的小镜, 小镜上的短草正闪闪发光, 风向手指般拉扯着他的头发, 一时间, 刘易斯有种小害怕黑的感觉, 他突然觉得软弱而恐惧, 他真要抱着尸体进入森林, 从黑暗走向黑暗, 而且独自一人, 别想了, 要干就干, 刘易斯开始移动脚步, 二十分钟后, 刘易斯到了宠物公墓, 他的四肢已累地开始发抖, 他就地坐下, 不停喘气, 膝上横放着包裹, 他坐在地上休息了二十分钟, 还差点睡着了, 但他不再觉得害怕, 好像疲惫已将害怕驱逐殆尽, 刘易斯起身再往前走, 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刚才是如何翻越了树种, 心里只麻木地觉得他得试着爬过去, 手里抱着的帆布包裹, 好像不是二十公斤, 而是九十公斤重, 然而, 曾经发生过的情景再度出现了, 就像突然间你重新记起一个做过的梦, 不, 不是记起, 而是再经历一次, 当刘易斯踏着树种上的死树干时, 一种奇异的感觉涌进他的身体, 那种几乎令人振奋和欢欣的感觉, 疲乏并没有离开他, 但变成了可以忍受的疲乏, 无关紧要的疲乏, 跟着我, 刘易斯, 跟着我走, 别往下看, 别犹豫, 别往下看, 我知道路, 但行动要快, 要稳当, 是的, 快速稳当, 就像贾德森拔出风刺一样, 我知道路, 刘易斯心想, 这是唯一的路, 不管过不过的去, 都只有这条路, 他曾一度打算独自爬过树种, 但爬不过去, 但这次, 他迅速而确实地爬了上来, 就跟那晚贾德森带他过去一样容易, 一步步往上爬, 不往下看, 刘易斯像抱婴儿似的抱着帆布包裹, 爬到上面, 风在他的发间吹开一条秘密通道, 吹得他的头发往逆时针方向翻飞, 他在树种顶上站了一会儿, 然后向下楼梯般快步爬下树种, 网袋里的铁铲和喝嘴锄拍打着他的背, 不到一分钟, 他就已来到附着松针, 踩在上面颇有弹性的小路上, 身后的树种比墓园的铁栅栏还高, 刘易斯怀抱着儿子继续前行, 风在林间屋夜, 现在风声不足以使他胆怯, 今晚的任务就快完成了, 54.雷切尔·克里德驾车驶过8号出口往波特兰的路标, 他立刻打方向灯, 将租来的车转上高速公路的出口弯道, 他可以清楚看见假日酒店的绿色霓虹灯招牌, 找张床睡一觉, 结束这不曾停止, 痛苦而又无以名状的紧张, 同时也暂时结束他怀中爱子已经不在的悲哀, 雷切尔发现, 这悲哀就像拔牙, 刚开始觉得麻木, 但即使在麻木中还是能感到痛楚, 而等到麻醉要效果后, 那就更有罪受了, 帕斯考告诉埃里, 他是被派来提出警告的, 他不能干涉, 他告诉埃里, 他和爹地很接近, 因为当他的灵魂脱离区窍时, 他们在一起, 贾德森知道, 但他不愿明讲, 一定会出事, 出什么事呢? 自杀, 是自杀吗? 刘易思不会自杀,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 可是他在撒谎, 在隐瞒什么, 从他眼中看得出来, 哦, 他妈的, 他一脸撒谎的表情, 好像是故意要让我看出他在撒谎, 然后阻止他, 因为他自己也害怕极了, 害怕, 刘易思一向什么都不怕, 雷切尔将方向盘猛力往左打, 这辆租来的小雪佛兰反应也很迅速, 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尖笑声, 雷切尔以为会翻车, 但幸好没有, 他继续往北开, 将假日酒店的招牌撇在身后, 另一块油漆发光的路牌进入视线, 下一出口十二号公路往耶路撒冷镇, 他心想, 耶路撒冷镇, 这名字真古怪, 不是个让人觉得舒服的地名, 来吧, 来耶路撒冷安睡, 但今晚雷切尔无法安睡, 他不顾贾德森的劝告, 决定一路开车回家, 贾德森知道会出什么事, 他答应会去阻止, 可是他已经八十出头, 而且三个月前又失去了老伴, 雷切尔不能指望贾德森, 要不是凯奇的死削弱了他的意志, 他根本不会被刘易斯说服离开家的, 有时候在黑夜的守望下, 他真想恨刘易斯, 恨他在他体内种下悲痛, 却又不给他安慰, 也不允许他付出所需付出的安慰, 但是他不能恨他, 因为他太爱他, 他的脸色是多么苍白, 多么戒备, 速度表上的指针刚过96公里的刻度, 一分钟1.6公里, 也许再开两小时15分钟就能开到绿罗镇, 也许日出之前他就能到达目的地, 雷切尔摸索着收音机开关并打开, 找到一家播放摇滚乐的电台, 他开大音量, 跟着广播一起唱, 以防自己打瞌睡, 半小时后, 这家电台结束今天的节目, 他换了家电台, 同时摇下车窗, 让流动的空气吹拂他的头发, 雷切尔怀疑, 不知这漫漫长夜究竟有无止境, 五十五六一丝再度被梦境支配, 每隔几分钟, 他便低头查看, 他要确定自己抱着的是包裹他儿子的防水帆布, 而不是个绿色塑料袋, 他记起贾德森带他去埋纠结的第二天早晨, 他对前夜所做的一切只留下模糊的印象, 可是此刻, 他对那天晚上的感受却清清楚楚, 他的每一种观能是如此敏锐灵活, 仿佛能通过某种心电感应 与活生生的树木接触一样, 刘易思沿着小静视而向上视而向下地走着, 他再度发现那几处宽如十五号公路的地方, 还有窄的必须侧着身体, 以避免包裹两头被矮疏绊住的地方, 他闻到那强烈的松支味, 听到松针在他脚下碎裂的声响, 小静逐渐变成往下倾斜的陡坡, 刘易思又走了一段路, 以至脚踏进了水坑, 顷刻间水化为淤泥, 没到脚踝, 如果贾德森没说错的话, 这一定是流沙, 刘易思低头查看, 看见芦苇和地矮树从间的一滩死水, 这里的矮树形状很丑, 树叶很宽, 像是热带植物, 刘易思记得这里的天色较亮, 仿佛充满了点, 前面这段路就像树种, 你得放稳脚步, 跟着我走, 不要低头看, 好吧, 遵命, 但顺便请教一下, 你在缅因州或是其他地方, 看到过这种植物吗? 这种植物到底叫什么呀? 不管它, 刘易思, 走吧, 我们走, 刘易思继续前进, 望着超湿的沼泽植物, 他看见了第一堆草丛, 他的眼睛往前看, 脚步自然地踏上一堆接一堆的草丛, 刘易思承认, 米克马克股葬场具有使死者复活的能力, 所以他抱着儿子踏入小神泽, 不回头也不往下看, 现在, 这片沼泽比晚秋时节嘈杂得多, 如为礼冲而唧唧, 偶尔想起蛙鸣, 踏进小神泽大概二十步时, 刘易思遭到袭击, 可能视之蝙蝠, 地雾缓缓升起, 开始时盖过他的鞋, 接着又盖过他的小腿, 最后, 他整个人全被包在一个发光的白色胶囊之中, 刘易思觉得四周很亮, 闪耀的光辉像是跳动中的奇异心脏, 他从来不曾如此强烈感觉与自然的结合, 他觉得那是个实体, 甚至可能具有知觉, 这沼泽是活的, 但不是因为虫叫蛙鸣, 如果要他解释活的意义与性质, 他无法解释, 他只知道这活具有丰富的可能和巨大的力量, 刘易思置身其中, 只觉得自己渺小而平凡, 接着他听见了上次也曾听见的那些声音, 尖笑转变成啜气, 然后归于沉寂, 笑声在起时, 犹如疯狂的尖叫, 听得刘易思血液似乎为之冻结, 雾气围着他漂浮, 笑声消失了, 只剩下风声, 听得简单感觉不到, 当然感觉不到, 因为这里的地形就像个杯子, 如果风能吹到这里, 一定早就把地雾吹散了, 刘易思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看看这片沼泽的真面目, 你可能会听见像说话的声音, 不过那是由难免传来的潜鸟的叫声, 那声音能传得很远, 真奇怪, 潜鸟, 刘易思说着, 几乎无法分辨自己口中嘶哑难听的声音, 他脚下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又往前走, 犹如是在惩罚他停步一样, 他踏向下一堆草丛时, 脚下立刻一花, 一只鞋差点陷进了淤泥里, 那好像在说话的声音一会儿在他左边, 一会儿又出现在他背后, 仿佛只要刘易思一转身, 就会看见背后一英尺处有个血淋淋的怪物, 露出牙齿, 两眼发光, 刘易思这次没有放慢脚步, 笔直地继续往前走, 雾气的光亮突然消失, 刘易思发现眼前吊着一张面孔, 正嘲笑着他, 并发出击鼓声, 他身先的眼睛就像中国古画上的人物那样往上掉, 发出很深的黄灰色光芒, 他张开大嘴, 下唇向外翻, 露出黑黄色的牙齿, 让刘易思惊的是那对耳朵, 那根本不是耳朵, 而是两只弯弯的脚, 但不像魔鬼的脚, 而是公羊的脚, 这个面目猙獰, 悬在半空的脑袋好像正又说又笑, 他的嘴在动, 不过下唇始终没有恢复原状, 唇上的血管是黑色的, 他的鼻孔外张, 好像正在呼吸般吐出阵阵白气, 刘易思再走近一点, 那张脸上滚出一条舌头, 舌头尖而长, 又黄又脏, 舌头上有许多鳞甲, 刘易思正瞪着看时, 一片鳞甲像盖子般掀了起来, 下面钻出一条白色的蛆, 舌尖缓缓扫过, 应该是喉解的位置, 他还在笑, 刘易思好像要保护凯奇式的紧紧抱住他, 结果一个没站稳, 脚下一滑, 幸好草丛挡住了刘易思的下滑之势, 你可能会看到圣爱耳膜之火, 也就是传员说的幽光, 这火光会以奇怪的形状呈现, 如果看见令你不安的东西, 你往另一边看就行了, 贾德森的话给了刘易思很大的勇气, 他继续往前走, 没有掉头看其他地方, 他注意到, 那张面孔, 如果那是张面孔, 而不是雾气, 加上心理作用形成的幻想, 始终与它保持一定距离, 一两分钟后, 那张脸便消失在飘忽的雾气中了, 那不是圣爱耳膜之火? 不, 当然不是, 这地方充满阴魂, 打量四周, 你会看见让人发狂的怪物, 他试着不让自己想这些事, 没必要想这些, 没必要有东西过来了, 刘易思站定, 仔细聆听那逐渐逼近的声音, 刘易思张大了嘴, 每一块使他嘴巴闭上的肌肉都失去了作用, 那是种他从来没听过的声音, 一种活跃而洪亮的声音, 就在不远处, 越来越近了, 树枝劈啪作响, 矮树在乌以名状的脚下断裂, 洞湖般的土地也在刘易思脚下动摇了起来, 他发现自己开始呻吟出声, 哦, 上帝, 我亲爱的上帝, 到底这物理会钻出什么样的怪物? 刘易思将凯奇贴胸紧紧抱着, 他发现昆虫和青蛙都不叫了, 潮湿的空气中有股难闻的烂猪肉味, 不管那是什么怪物, 总之一定很大, 刘易思抬起充满疑与恐惧的脸, 像在跟踪刚发射的火箭的弹道, 那沉重落地的声音朝刘易思逼近, 夹杂着断折的声响, 不是枝压断折, 而是整棵树木, 断折的树干就倒在附近, 刘易思看见了, 有一瞬间, 雾气变成暗沉沉的灰色, 他看见的庞然大雾身形模糊而朦胧, 大约有六十几英尺高, 不是鬼魂, 也不是妖怪, 刘易思可以感觉到他通过石被排开的空气, 也能听见他落脚时发出的巨响, 行进时吸起的大堆泥土, 下一瞬间, 刘易思相信自己看见, 在头顶上方某处, 有对橙黄色的火光, 那对火光好像是某种东西的眼睛, 接着, 他的声音开始转弱, 他离开了, 一只青蛙犹豫地叫了一声, 第二只跟着硬鹤, 然后三只, 四只, 五只, 六只一起叫着, 那庞然大雾继续移动往北而去, 声音逐渐变小, 更小, 终止消失, 刘易思这才继续往前, 他的肩膀和背已经痛得麻木了, 脖子到脚踝也全被汗水湿透, 连这个季节新生的蚊子也开始在他身上觅食, 是食人怪, 天哪, 那就是食人怪, 在北方出没的鬼怪, 只要被他摸了, 你就会变成吃人肉的人, 一点都没错, 刚才从不到五十米外走过的就是食人怪, 刘易思告诉自己, 别鬼扯了, 要像老贾那样, 不要以为过了宠物公墓就会看见什么或听见什么, 他们是前鸟, 是圣埃尔摩之火, 是纽约洋鸡队的救援投手, 他可以是任何东西, 可以是上帝, 可以是星期日清晨, 可以是穿着白袍的微笑着的圣公会牧师, 但总之不是那回跳会爬会滑行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怪物, 不是来自黑暗世界的恐怖玩意儿, 刘易思抱着儿子继续走, 地面开始变得坚实了, 走了不久, 他碰见一株倒塌的树, 在宝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树顶, 看起来就像巨人的匍匐丢下的一只灰绿色羽毛扫帚, 那棵树折断, 不, 是碎裂了, 裂口处还躺着浅黄色的树浆, 刘易思跨过去时用手一摸还带着热气, 跨过断树后, 另一边的地上有个巨大的凹洞, 刘易思必须爬过去, 许多松白矮树皆被踩进泥土里, 刘易思不相信那个凹洞是脚印, 他可以回头查看是否具有脚印的外形, 但他不愿回头, 他继续往前走, 他的皮肤发冷, 嘴里又热又干, 心跳如飞, 刘易思脚下咯吱咯吱的泥泞声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踩在松针上的轻微声响, 再走一段后脚下又变为岩石, 他就快到目的地了, 地面坡度开始变抖, 一块石头碰痛了他的颈骨, 刘易思动作笨拙地伸出一只手去摸, 但碰到的不是石块, 这里是石阶从岩石上开凿出来的, 跟我来, 爬到顶上就到了, 于是刘易思开始登上石阶, 那令人振奋的感觉又挥到他身上, 再次将疲乏击退, 至少是象征性地退却, 他直身影响寒气, 爬进河流般不曾间断的风势中, 那强劲地风吹着他的衣服起折打皱, 吹得包裹凯齐的防水帆布向阳起的船帆, 发出如开枪般的断序响声, 刘易思抬头往回看, 只见密密麻麻的星斗, 但没有他能辨认的星座, 他不自在地望向别处, 在他身边就是有裂缝和糟孔的岩壁, 壁面有的地方呈船行, 有的是欢的形状, 还有戴兜帽, 眯着眼的人脸, 唯有石阶是平整的, 刘易思登上岩顶, 低着头站在那里, 他的身体在摇摆, 肺部拼命吸气, 风向舞者掠过他的头发, 像条龙般在他耳中吼叫, 今晚的光更亮了些, 那么上次是阴天, 还是当时他没注意, 不要紧, 现在他能够看清楚, 这就足以让他再次浑身发冷了, 正如宠物公墓一样, 刘易思观察那些岩石砌城的锥形石堆, 心中低语着, 你当然知道罗, 你应该知道的, 不是同心缘, 而是罗玄, 不错, 在这面对寒冷星光, 对着黑暗的遥远星辰间的岩石平顶上, 有个巨大的螺旋, 老前辈会说这是集体创作, 不过刘易思看那上面并没有完整的锥形石堆, 好像每一个石堆都被某种东西冲破, 葬在石堆下的石体钻了出来, 复活了, 刘易思心想, 有人曾经从空中看到这景象吗? 如果有人从空中看见, 他会怎么想? 刘易思跪着将凯奇放下, 大大松了口气, 他用小刀割断用胶带捆制的工具, 铁铲和鹤嘴锄, 从他背上掉到岩石地面上, 发出当当一响, 刘易思躺下来, 伸开四肢, 仰望着星空, 林中的怪物究竟是什么东西? 刘易思, 你真以为这场戏若包括林中的角色, 会有好结局吗? 可是他已无法回头, 他自己知道这一点, 刘易思对自己都浓道, 也许会有圆满的结局, 不冒风险就不会有收获, 不冒险也得不到爱, 何况家里浴室的架子上, 还有我的医药包, 里面有注射器, 万一出了问题, 变坏了, 就只有我知道, 刘易思的思想化作难难的祈祷, 同时, 他的手摸着鹤嘴锄, 他仍然跪着, 刘易思开始挖掘, 他每绝一出, 身体便往前一倾, 就像个老迈的罗马人要倒在自己的肩上, 他一点点地绝, 渐渐绝出一个坑, 他用手扒出石块, 大多石块被他连泥土推到一边, 但他流了一些下来, 准备七个锥形石堆, 五十六, 雷切尔拍打自己的面颊, 打得发痛, 可是他仍在打盾, 他曾一度骤然清醒, 高速公路上只有他一辆车, 刹那间, 他仿佛看到几十只发出荧光的冷酷无情的眼睛注视着他, 那目光闪烁如火, 但一转眼, 这些眼睛就变成嵌在公路护栏上的反光片, 雷切尔驾驶的这辆小雪佛栏, 已经开上了最靠边的紧急停车道, 雷切尔将方向盘向左搬, 轮胎擦着地面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他听见咔嚓一声, 可能是车子的前保险杠右侧挂过护栏, 他的心脏猛跳, 像在肋骨之间撞击, 撞得他眼前随着心跳出现了很多忽大忽小的黑点, 但是, 尽管他侥幸没有翻车, 尽管他自认好险, 尽管收音机里罗伯, 咯登正高唱, 热辣辣, 他却又搭起瞌睡来, 雷切尔的头脑中生出一个离奇的狂想, 不错, 是狂想, 他在摇滚乐的吼声中嘟弄着, 他想笑, 但不能笑, 因为狂想仍在脑海中, 在黑夜的眼中, 更增加了他阴森森的可信度, 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个跑进巨型弹弓橡皮筋的卡通人物, 可怜的家伙发觉前进越来越困难, 直到橡皮筋的事能与他奔跑的不能相等, 惯性变成什么? 基本物理, 有什么东西企图阻挡他? 不管你自己的事, 静止的物体横近, 比如说, 凯奇这个物体一旦动起来, 这次轮胎的摩擦声更响, 也更危险, 这辆小雪佛兰正擦着护兰的钢篮, 挂得车身滋滋作响, 挂掉喷漆, 露出闪光的金属, 方向盘突然不听指挥, 紧接着雷切尔执起身子站在刹车上, 吓得哭了出来, 这一次他不只是打盹, 而是真的睡着了, 做梦, 而车子正以每小时96公里的速度及时, 如果没有护栏, 如果撞上立体交叉道的支柱, 雷切尔将车开到路边停下, 埋着头哭泣, 感到既黄火又害怕, 某个东西正企图把我跟刘易斯隔开, 雷切尔觉得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时, 才继续开车, 方向盘不像失灵了, 不过他想, 等他到班格尔国际机场还车时, 租车公司的人一定会问他的, 管他的, 一样样来, 首先得去灌些咖啡, 开到皮茨菲尔德镇出口, 雷切尔便开下高速公路, 再往前走1.6公里, 就是休息站, 那里湖光灯雪亮, 柴油引擎的响声不错, 雷切尔开到加油机前, 将油箱加满, 有人在汽车的侧边敲了个痛快, 加油站工人用几乎是羡慕的语气说, 然后走进充满油煎味, 炒蛋味, 以及浓郁咖啡香的餐厅, 雷切尔连喝了三杯咖啡, 不加牛奶, 放了许多糖, 几名卡车司机正在跟女士调笑, 雷切尔复过账, 回到他停在外面的雪佛栏上, 引擎发不动, 转动钥匙时, 发动机只发出两声干响, 雷切尔用拳头拼命锤打方向盘, 某个东西正存心阻止他, 这辆只跑了5000多英里的新车, 没有发不动的理由, 可是却怎么也发不动, 他被困在皮茨菲尔德镇, 一筹莫展, 离家还有50英里远, 雷切尔听着连续不绝的低沉卡车声, 突然非常肯定地觉得 那辆撞死他儿子的卡车也在这里, 卡车非但不低声夙愿, 反而自鸣得意地大笑, 雷切尔垂下头, 伤心地哭了起来, 57, 刘伊斯脚下绊到了某个东西, 整个人跌在地上, 当时他觉得, 自己大概再也爬不起来, 连爬起来的劲都没有了, 他只能躺着, 聆听身后从小神则传来的蛙鸣, 感受全身的痛楚, 他将躺在这里, 直到昏然入睡, 或者直到死去, 刘伊斯记得自己, 把帆布包裹送进绝好的土坑里, 并且还用手将泥土推下回田, 他还记得自己堆砌石块, 底部宽, 顶部尖, 系好锥形石堆后的情形, 他就记不大清楚了, 他明明从巨岩的石阶上走了下来, 否则他不会在这个地方, 什么地方, 刘伊斯扫视周围, 他觉得自己认得出这片松林, 这里距离数种不远, 可能是他已经越过了小神则, 却连自己都不知道, 想来很有可能, 我走得够远了, 今天不妨就睡在这里, 这个令人安慰的错误念头, 也正是促使他爬起来再往前走的洞里, 因为如果他躺在这里, 那怪物可能就会发现的, 那怪物可能正在森林中寻找的, 刘伊斯举手往脸上抹力下, 惊慌地发现手上有血, 不知何时他流鼻血了, 他妈的谁在乎, 刘伊斯念叨道, 同时在身旁四周摸索, 摸到了铁铲和喝醉橱, 十分钟后, 树种出现在他眼前, 他开始往上爬, 脚下一再伴着朽木枯枝, 可是他没有跌倒, 快接近地面时, 他往下一瞥, 一根树枝立刻折断, 贾德森说, 别低头看, 另一根树干开始滚动, 刘伊斯的脚往外一滑, 敷下去时他的侧脸掀着地, 几乎当场跌晕过去, 该死, 这是今晚让我摔倒的第二个坟墓, 如果再摔一次, 就表明我一定是被诅咒了, 刘伊斯回过神, 再次四处摸索, 终于摸到了工具, 他开始借着星光观察周遭环境, 猫丝迈迹的杯就在他附近, 还有命丧公路的吹熄, 风仍旧刮得起劲, 刘伊斯听见叮叮叮的铁皮声, 那块铁皮原先可能是只西红柿罐头, 被伤心的小主人用附近的工具敲成杯牌, 再钉在一块木板上, 这铁皮声想让刘伊斯顿时心生恐惧, 他在宠物公墓中穿行, 经过我们的乖兔马塔和旁边的巴顿将军, 他踏过一块破烂的厚木板, 那是玻璃西亚长眠之处, 此刻,金属片的声音更响亮了, 刘伊斯驻足俯视, 看见一块长方形铁片定在微微清洁的木板上, 在星光下, 刘伊斯认出上面写着白鼠林哥1964-1965, 不断发出叮叮响声的, 就是这片插在宠物公墓外围入口处的铁皮, 刘伊斯伸手将铁皮朝那般, 他突然将在当场, 头皮瞬间发麻, 后面有东西在动, 就在树中的另一边, 刘伊斯听见的是种诡秘的声音, 松针压碎, 裤枝皱断, 矮树轻摇, 风嗖嗖地刮过松林, 几乎将那诡秘的轻微响声盖了过去, 凯奇, 刘伊斯哑声叫道, 意识到自己的轻微后, 站在黑暗中呼喊死去的儿子, 刘伊斯不禁立刻毛骨悚然, 他开始发抖, 像是生了大病或发着高烧, 凯奇, 诡秘的响声消失了, 还不到时候, 别问我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那边的响动不是凯奇, 是别的东西, 刘伊斯忽然想起埃利告诉过他的, 耶稣喊道, 拉撒路, 出来吧, 因为他要是不指名拉撒路的名字, 那么坟地埋的人都会出来, 树种那头又开始传来声响, 好像是什么盲目的物体, 凭着直觉在暗中跟踪他, 在刘伊斯被刺激过度的脑子里, 幻想出许多恐怖而令人厌恶的景象, 一只斗大的岩鼠, 一只从树丛中跳出, 而不是飞出的大蝙蝠, 刘伊斯急忙到着退出宠物公墓, 不敢背对树种, 以及那鬼魂般的呼吟忽险于黑暗中的青紫色崖壁, 直到在小镜上走了相当一段路后才转过身来, 他加快脚步, 大概还剩四百米小镜, 便会穿出与他家房子后面相接的树林, 他觉得自己还有往家里飞奔的余力, 刘伊斯随手将铁铲和鹤嘴锄丢进车库, 在车道上站了一会, 先朝他刚才跑出来的地方看了看, 然后再仰望天空, 现在是凌晨四点十五分, 黎明即将来临, 大夕阳彼岸已经是白昼了, 可是黑夜仍紧抓着绿洛阵, 风仍不停地刮着, 刘伊斯走进车库, 沿着墙壁摸到与车库相通的后门, 开门进屋, 他走过厨房,没有开灯, 再走到餐厅与厨房间的一个小厕所, 他打开厕所灯, 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纠结, 他全着身子握在马桶水箱盖上, 用那双泥浆般浑浊的黄绿色眼睛注视着他, 纠结, 刘伊斯说, 我以为你在外面, 纠结在马桶水箱盖上专注地看着他, 不错, 有人把他放到屋子外面, 那人就是刘伊斯自己, 他记得很清楚, 正如他清楚记得已经换过地下室内扇破窗的玻璃, 当时刘伊斯对自己说问题解决了, 其实他在骗谁呢, 纠结想进屋时就能进屋, 因为现在的纠结已经不一样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 在这一世模糊, 筋疲力尽的状态下, 似乎什么都无所谓了, 刘伊斯觉得, 现在的自己只是徒有人形, 就像活石电影里的僵尸, 我应该是双粗糙的脚爪, 匆忙穿越小神泽, 爬上米克马克族股葬场, 刘伊斯如此想着, 并发出个个甘笑, 究竟, 带满一头甘草, 刘伊斯用嘶哑的声音说着边解开衬衫扭扣, 那就是我, 你最好相信, 刘伊斯的身体左侧有一道轻肿, 就在肋骨的中间, 他脱掉裤子, 撞到墓碑的膝头, 已经肿得像个气球, 并成紫黑色, 他心想, 如果现在停止伸展运动, 关节就会立刻变硬, 就像在水泥里浸过一样, 看来在他有生之年, 这个伤每逢阴雨天都会来向他诉苦了, 刘伊斯伸手去抚摸究竟, 想寻求一点慰藉, 可是究竟笨拙地跳下水箱盖, 迈着蹒跚的步子静字走向别处去了, 静香里有筋骨及肌肉的止痛药膏, 刘伊斯放下马桶盖坐在上面, 挤出一段药膏, 抹在肿胀的膝头, 然后又挤了些在手上, 抹在下背部, 那地方不容易上药, 他出了厕所, 走进客厅, 打开走廊上的灯, 在楼梯下面站了一会儿, 傻兮兮地环顾四周, 多奇怪, 圣诞节前夕, 他就站在这里, 把蓝宝石项链掏出来, 送给雷切尔, 那里有他常坐的沙发, 诺马逝世后, 刘伊斯曾坐在那张椅子上, 尽他所能地为埃利解释死亡的含义, 客厅一脚摆着圣诞树, 窗上铁着埃利做的直火机, 刘伊斯把他当成未来世界的乌鸦, 几个月前, 客厅里对着搬家公司卡车, 从中西部横穿半个美国运来的纸箱, 里面装满全家人的衣物, 这一切多么奇怪, 刘伊斯多希望他们不曾听过缅音大学, 绿洛镇, 贾德森和诺马, 或任何有关的一切, 刘伊斯穿着那衣裤上楼, 在浴室里, 他拿了张小板凳, 站在凳子上, 从柜子最上一层架子, 取下他的黑色医药包, 他把医药包拿到卧室, 坐下开始在里面翻找, 他找到了注射器, 万一到时需要的话, 预防万一, 在一卷卷的胶带, 手术剪刀, 以及一包包外科缝和阳长剪当中, 有几小瓶致命的毒药, 万一需要的话, 刘伊斯关上医药包, 放在床边, 他关掉头上的电灯躺下, 两手枕在头下, 平躺下来休息, 真舒服, 他又想起迪士尼乐园, 看见自己穿着白制服, 驾驶一辆白色的小救护车, 车身漆着迷老鼠耳朵的标记, 当然, 从外表看不出适量救护车, 以免花钱游远的游客受到惊吓, 凯奇坐在他身边, 皮肤晒成棕色, 眼白微带健康的蓝云, 外面, 人扮的卡通动物, 正和一个小男孩拉着手, 小男孩惊喜的目瞪口袋, 这边, 跳跳虎坐在两位祖母之间, 有第三位笑哈哈的祖母, 替他们拍照, 一个穿漂亮衣服的女孩叫喊着, 跳跳虎, 跳跳虎, 我爱你, 刘逸思和儿子一起驾车巡逻, 他们父子是这座乐园的警卫, 开着白色小救护车, 日夜不停地在园中巡行, 他们不想找麻烦, 不过万一出了麻烦, 他们随时可以应付, 即使在这个倡导纯洁娱乐的地方, 有时也会暗藏麻烦, 那位在大街商店买胶卷的戴小男士, 可能会突然心脏病发作, 一位刚走下空中战车的孕妇, 忽然感到产前阵痛, 一个美丽的少女, 会突然倒在地上发扬咸风, 有人中风, 有人中暑, 也许在闷热的夏日午后, 还有人会被雷电打中, 此地甚至还会出现伟大而恐怖的欧兹魔法师, 可以看见他在开往魔术王国的单轨火车入口处, 走来走去, 或者看见他用迟钝而无声气的眼神, 从空中飞车上往下凝视, 刘易思和凯奇知道他是乐园的人物之一, 就像笨老虎, 迷老鼠和唐老鸭, 不过没人愿意跟欧兹魔法师一起拍照, 也没有父母亲愿意把欧兹魔法师介绍给儿女认识, 刘易思和凯奇认识他, 在西英格兰时就跟他见过面了, 伟大而恐怖的欧兹魔法师会伺机让你吞弹珠叶死, 用干洗塑料袋使你窒息, 再不然就要你触电, 他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他监视着死亡与永生之间的每一个战口, 我们巡逻, 我和我儿子, 我们巡逻的本质既非战争, 也不是性爱, 只是为了要与伟大而恐怖的欧兹魔法师, 作祟高而无济于世的战斗, 他和我, 在佛罗里达州的艳阳下, 驾着这辆白色小舅, 护车巡逻, 车上的红色闪光信号灯被赵子盖着, 但需要用它的时候, 我们就把赵子掀开, 除了我们自己, 不必让任何人知道, 因为男人心园中的泥土里石头很多, 一个人种他能种的细心照顾, 刘易思想着这些似梦非梦的情景, 坠入睡乡, 将连接清醒现实的线路已根根拔断, 直到思想全满停顿, 极度的困乏使他陷入黑暗无梦的酣水中, 东方即将透露曙光之前, 楼梯上有脚步声传来, 步子即缓慢而笨重, 但很有决心, 一抹影子在走廊的阴影中移动, 随影子而来的事故恶臭, 刘易思睡得很沉, 但臭味使他的喉咙发出咕噜声, 同时翻身避免面对臭气, 影子走到主卧室门口停下不动, 站了一会儿才走进房间, 刘易思的脸埋在枕头下, 两只苍白的手伸过来, 接着,床边的黑色医药包咔的一声便打开了, 包里的物品, 药品因为被翻动而发出极细微的声响, 苍白的手在包中探寻, 将药物, 小瓶和注射器推向一边, 丝毫不感兴趣, 终于找到了, 苍白的手举起所找到的东西, 那东西在出路的曙光中闪着荧光, 影子走出卧室, 第三步, 伟大而恐怖的欧兹魔法师, 于是, 耶稣忧心忡忡, 满腹忧愁地来到坟墓之前, 眼前是个洞穴, 洞口有块大石挡着, 耶稣说, 把石头移开, 马大说, 主啊, 这个时候, 他应该开始腐烂了, 他已经死了四天了, 而耶稣祷告了一会儿后, 扬声叫唤, 拉洒露, 你出来, 接着, 这个已死之人走上前来, 手脚都缠着果实布, 脸上覆盖着纱金, 耶稣对众人说, 解开它, 让它走, 约翰福音, 改写, 我现在才想到, 老妇人歇斯底里地说, 我早先怎么没想到呢, 你怎么没想到呢, 想到什么, 丈夫问道, 还有两个愿望啊, 老妇人很快地回答, 我们只许了一个愿望, 刚才那样还不够吗, 丈夫严厉地斥责他, 不够, 老妇人得意洋洋地说, 快点下去抓住侯掌, 我们再许个愿望, 让我们的儿子复活, WW雅各布, 侯掌, 58, 贾德森, 克兰德尔的身体猛然一阵, 醒来时, 差点跌下椅子, 他不清楚, 究竟睡了多久, 可能只睡了15分钟, 也可能是三个小时, 他看看手表, 再过五分钟就五点了, 他觉得这房间里的每样东西, 好像都离开了原来的位置, 由于坐着睡觉的缘故, 他的背部从上痛到下, 哦, 你这糊涂的老头子, 瞧瞧你干的好事, 贾德森心里明白, 他心里非常明白, 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守望时打瞌睡, 他是在某种力量的驱使下才睡着的, 这样一想, 贾德森开始恐惧起来, 不过还有别的原因, 更令他恐惧万分, 是什么惊醒他的, 在他的印象中, 似乎有某种响动, 有贾德森秉息留神静听, 聆听心跳之外的声音, 听到了跟惊醒他的声音不同, 是门上活跃的枝嘎声, 贾德森对自家的一切声响都很熟悉, 地板和楼梯的枝嘎声, 风吹屋外岩草发出的尖笑声, 他对刚才所听到的声音也同样熟悉, 是门廊与前面走道间的那扇厚重大门开了, 把已知的这点和惊醒他的声音加起来, 贾德森知道, 刚才发出声音的是门廊的沙门弹簧口, 刘易思, 贾德森往外叫道, 不是刘易思, 那是被派来惩罚他这骄傲虚荣老头子的什么人, 或者什么东西, 脚步声慢慢从走到靠近客厅, 刘易思, 贾德森试着再叫一声, 但冒出猴头的只是低微的哀鸣, 因为他已闻到来者的气味, 是肮脏的沼泽味, 贾德森能够辨认昏暗中的臃肿形状, 可是看不清细节, 他试图站起睡妈了的两条腿, 脑子里拼命要求着多给他点时间, 他需要多点时间, 因为他太老了, 面对地米, 八台门已经够可怕的了, 而那时候他还年轻力壮, 门一开, 进来了两个影子, 其中一个影子比另一个看来更具体些, 我的上帝, 好臭, 贾德森在黑暗中拖着脚移动, 凯奇, 贾德森终于恢复了双脚的力气, 凯奇, 是你, 一阵多人魂魄的呜呜声, 顷刻肩下的贾德森全身的骨头都结成了冰, 从坟墓回来的不是刘一丝的儿子, 而是邪恶的鬼怪, 不, 都不是, 是究极, 他敦伏在走道上的进门处, 发出那阵骇人的叫声, 他的两只眼睛像对燃烧的浑浊灯笼, 接着, 他的目光转向另一边, 盯住与他一起进屋的那个身影, 贾德森往后退, 试着运用他的头脑, 企图在面对臭味的情况下保持理智, 哦, 好朗, 这东西连寒气一并带来了, 贾德森脚下一阵不稳, 是猫正绕着他的两条腿转圈子, 弄得他站不住, 猫又开始叫了, 贾德森一脚把他踢开, 猫呲牙咧嘴, 对贾德森发出恫吓的嘶嘶声, 思考, 快点思考, 你这糊涂老头, 可能太迟了, 可能还来得及, 他活着回来了, 但可以再杀死他, 如果你能下手, 如果你能思考, 贾德森退向厨房方向, 他忽然记起水槽旁的抽屉里有把切肉刀, 他的颈骨碰上厨房的活动门, 便顺势推门进去, 他仍看不见来者的真面目, 不过贾德森可以听见他的呼吸, 可以看见一只苍白的手前后摆动, 手里有样东西, 但贾德森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 贾德森一进厨房, 门便自动合拢, 他转身急忙跑向置物抽屉, 拉开后在里面摸到切肉刀的木柄, 贾德森抓起刀子, 再奔向厨房门, 他总算恢复了一些勇气, 记住, 他已不再是个小孩, 他看到你手上拿的家伙时, 也许会哭, 但可千万别上他的当, 老头子, 你已经上过许多次当, 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厨房门开了, 猫先进来, 贾德森看看猫, 然后抬头瞭望, 厨房面东, 第一道曙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 淡淡地戴着乳白色, 虽然不太明亮, 但已足够看清一切, 凯奇, 克里德身着下葬时, 穿的衣服走了进来, 上妆的肩部和胸前翻领上长满青苔, 白衬衫已被苔衔弄脏, 凯奇细弱的金发上沾着泥块, 一只眼睛往上翻, 注视着空中, 另一只眼睛则牢牢盯着贾德森, 凯奇对贾德森咧嘴冷笑, 哈罗, 贾德森, 凯奇对贾德森说出, 同音未改, 但足以听懂的话语, 我来把你这又臭又烂的老灵魂送进地狱, 你曾经跟我过不去, 你以为我不会来找你算账, 操你的老屁股吗? 贾德森举起切肉刀说, 来吧, 不管你是谁, 把你的玩意儿晾出来, 看看我们谁操谁, 诺骂早死了, 没人会为你哭丧, 凯奇说, 他真是个贱婊子, 贾德森, 他和你的每一个朋友都睡过, 他让他们搞他的屁股, 他最喜欢开后门, 如今他在地狱受火刑, 贾德森, 我在地狱里亲眼看到他, 他蹒跚地朝贾德森走进两步, 鞋子在塑料地板上留下两道泥痕, 他伸出一只手来, 好像要和贾德森握手, 另一只手藏在背后, 贾德森, 你听着, 他先低声说着, 接着突然张大嘴巴, 露出细小的乳牙, 他的嘴唇虽然不动, 口中却冒出诺骂的声音, 我嘲笑你, 我们都嘲笑你, 我们笑呀, 笑呀, 住口, 切肉刀在贾德森手中颤抖, 就在咱们的床上搞, 老好和我, 我和乔治, 我和你的一伙朋友全搞过, 我知道你在外面瞟击, 可是你不知道你家里的老婆就是妓女, 贾德森, 真好笑, 我们在床上一面享受, 一面笑你着, 住口, 贾德森大声喊道, 月身扑向面前这个, 穿着入联衣服, 身体摇晃, 不稳的小怪物, 究极突然从他一只敦伏的暗处冲出来, 对贾德森发出凶恶的嘶嘶声, 耳朵向后贴着脑壳, 这只猫凭着一股冲劲将贾德森绊倒, 切入刀飞出手中, 落在褪色而不平的地板上, 刀口及刀柄在滑转中换了方向, 当当一声碰到墙板, 再滑到冰箱下面, 贾德森知道自己又被骗了,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 这回是他最后一次受骗, 张着嘴的猫在他腿上, 两眼火红, 像滚水壶般叫着, 接着, 凯奇走上前来, 露出得意的鬼笑, 血红的眼睛睁得如月亮般浑圆, 这时, 他的右手从背后伸出来, 贾德森这才看清他手里, 握着刘易斯的解剖刀, 哦, 耶稣基督, 贾德森支起身体, 抬起右手准备抵挡, 此刻他眼前出现一个幻象, 那把解剖刀好像同时出现在凯奇手掌的两面, 贾德森觉得脸上开始滴下气气温温的东西, 他明白那是什么, 老头子, 我要操你, 这披着凯奇屈笑的鬼怪哈哈大笑, 对着贾德森的脸揣出臭气, 我要操你, 我要操你们全部, 我要, 贾德森挥手抽打, 同时抓住凯奇的手腕, 凯奇的皮肤像碎纸般脱落, 掉了贾德森满手都是, 解剖刀在他手上一拉, 划出一条长长的伤口, 你们全部, 我, 我要, 解剖刀往下砍, 一刀, 再一刀, 又一刀, 五十九, 太太现在再试试看, 卡车司机说道, 他正服在雷切尔租来的汽车引擎盖下检查, 雷切尔一转钥匙, 引擎就发动了, 卡车司机盖上引擎盖, 绕到驾驶座窗边, 用一块大栏布手筋开着手, 卡车司机由张和气而红润的面孔, 头戴棒球帽, 非常谢谢你, 雷切尔说是差点掉下眼泪, 我刚才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 这连小孩子都会羞, 卡车司机说, 可是奇怪, 从来没见过新车会出这种毛病, 什么毛病, 有跟店平线松脱了, 应该不是有人故意捣鬼吧, 没有, 雷切尔说道, 同时他又想起那种感觉, 觉得像是奔进一个巨型弹弓的橡皮筋里, 我猜一定是车子颠簸中把店平线震开的, 我已经把它锁紧了, 我能付你钱吗? 雷切尔怯声声地问, 卡车司机哈哈大笑, 太太, 我不需要报仇, 我们卡车司机就是公路骑士, 别忘了呀, 雷切尔露出微笑, 那么, 谢谢你了, 别客气, 卡车司机满脸笑容, 带来了与这凌晨十分不慎协调的阳光, 雷切尔回忆一笑, 然后小心地开出停车场, 开上交流道, 五分钟后, 他已回到高速公路上, 继续往北行驶, 现在他觉得完全清醒, 毫无睡意, 眼睛睁得大大的, 就像一队球形门把守, 他的心神又开始不安, 好像被什么力量操纵着, 好好的电平线竟会松开, 所以他被耽搁的这段时间已经足够, 他神经质地笑笑, 足够做什么, 足够让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 这个想法愚蠢, 荒唐, 然而, 雷切尔却踏下油门, 加快速度, 凌晨五点钟, 当贾德森正在抵挡那把来自他好友克里德医生黑色医药包里的解剖刀时, 当他的女儿被噩梦吓醒, 僵直地坐在床上尖叫时, 雷切尔开下高速公路出口, 超近路, 经过离木员不远的哈蒙街, 在驶过班格尔市与布鲁尔镇之间的大桥, 五点十五分, 他开上十五号公路, 直奔绿洛镇, 雷切尔决定先去贾德森家, 至少他答应贾德森的这件事可以先办, 思域叫车不在家里的车道上, 他想, 也许是停进车库里了, 他发现他们的房子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看起来好像无人居住, 于是雷切尔平直觉认为, 刘易斯不可能在家, 雷切尔将雪佛兰停在贾德森的小卡车后面, 下车后仔细看看四周, 厚厚的青草上坠满露珠, 在曙光中闪烁着, 附近传来鸟鸣声, 但只叫了一声便停止了, 这田径的早晨使雷切尔感觉清心, 舒畅, 但心神不安的感觉依旧存在, 而他不能将此完全归咎于过去24小时的波折, 以及最近的丧子之痛, 雷切尔踏上门廊的台阶, 拉开沙门, 正想转动那老式门铃, 他记得自己和刘逸丝第一次一起上门拜访时, 就喜欢上了这个门铃, 你以顺时针方向转动门铃, 他就会发出有点过时但愉悦的嘈杂音乐声, 这时他低头一看, 不禁皱起眉头, 外面地垫上有泥巴脚印, 很小, 像是小孩的脚印, 他开了一夜的车, 经过的地方没下雨, 有风, 但没下雨, 雷切尔站在那里, 对着脚印注视良久, 他发觉必须强迫自己的手去转动那蝴蝶式门铃, 但他的手按住铃后随即又放开, 我只是在期待, 期待那铃声能打破这片沉寂, 贾德森最后可能还是去睡了, 所以这铃声会吵醒他, 不过, 雷切尔并不是怕惊醒贾德森, 他觉得神经紧张, 自从昨夜发现不打瞌睡, 竟如此困难后, 他便身怀恐惧, 然而, 此刻他心里产生了新的恐惧, 而且是与那些小脚印有关, 那大小正像, 雷切尔的脑子试图排除这个念头, 像凯奇的脚, 哦, 别再乱想了, 你可以别再乱想了吗? 雷切尔再次伸手转动门铃, 铃声比他记忆中的更响, 但并不悦耳, 在寂静中发出刺耳的哑叫, 雷切尔吓得往后一跳, 冒出毫无幽默感而激动的笑声, 他等着贾德森来开门, 可是始终听不见他的脚步声, 似下一片沉静, 雷切尔心里在争辩, 是否有必要再转动一次那蝴蝶性闻铃? 忽然, 门后传来了声音, 那声音完全出乎雷切尔意料之外, 喵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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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极, 雷切尔问道, 在原地正住不动, 他将身体向前倾, 但不可能看见里面, 因为诺马生前在门玻璃后面夹挂了一层白布帘, 究极, 是你吗? 喵呼, 雷切尔试着推门, 谁知门竟没有上锁, 究极坐在走道上, 尾巴卷着脚, 猫身上的毛有暗色痕迹, 雷切尔心想那应该是泥上, 但他又看到猫须上站着成串的红色液体, 究极抬起一只脚爪, 用舌头舔着, 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雷切尔的脸, 老家, 雷切尔有点发慌, 他大声叫道, 然后跨进大门, 空屋子, 无人回答, 寂静无声, 雷切尔打算动脑想想, 可是逐渐浮现在他脑中的, 却是他姐姐泽尔达, 不该在贾德森可能出事的时候想泽尔达, 他是个老人, 他可能跌伤了, 往这方向去想, 别老想着小时候的梦, 在梦里打开衣柜, 泽尔达会顶着一张呲牙咧嘴, 发黑的脸跳出来, 梦里洗澡时, 排水口内会有泽尔达的眼睛盯着你看, 梦里在地下室, 泽尔达会潜伏在家具后面, 梦里, 揪急张开嘴, 露出间隙的牙齿, 又是喵污一声, 刘易思是对的, 我们根本不该把他淹掉, 动过手术后他就从来没正常过, 刘易思说, 淹割后的猫会失去猎杀的天性, 这一点他倒说错了, 究极还是照样喜欢猎捕小动物, 他, 喵污, 究极又叫一声, 然后转身朝楼梯跑去, 老甲, 雷切尔在喊, 你在楼上吗? 喵污, 究极在楼梯最上一击叫道, 好像要证实贾德森确实在楼上, 叫完后他便跑走了, 究极怎么进来的? 是贾德森放他进来的吗? 为什么? 雷切尔在原地移动双脚, 左前右后, 右前左后, 不知该怎么办, 好像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 引他到这里来, 而且楼上有呻吟声, 微弱而充满痛苦的呻吟, 是老甲, 不错, 是老甲的声音, 他在浴室里跌跤了, 可能跌断了腿, 或者闪到了腰, 伤了年纪的人骨头容易断裂, 那你还站在这里磨着脚带想什么? 你该赶快上楼, 救济身上沾的是血, 老甲跌伤了, 你还不动? 你怎么不动呀? 老甲, 又听见呻吟声, 雷切尔飞奔上楼, 他从来没有上来过, 楼上走廊唯一的一扇窗子, 潮汐面对萧和, 这时候的光线依旧阴暗, 走廊笔直宽阔, 直通屋后, 樱桃木造的栏杆, 闪着柔和雅致的光彩, 墙上挂着一幅古希腊雅典未成的图片, 多少年来, 泽尔达一直要找你算账, 现在时机到了, 打开右边的门, 你就会看见, 他拱着弯曲的背, 浑身都是尿液和死亡的气味, 是泽尔达, 他找你算账的时机到了, 他又听见一声声音, 发自右边第二扇房门, 雷切尔朝那扇门走去, 斜根敲的地板当当作响, 他仿佛在一种变形器中行走, 越走人就变得越小, 那幅古城图像在空中漂浮, 越漂越高, 那个雕花玻璃门把手, 很快就与他眼睛齐平, 雷切尔伸出手去抓门把, 就在他碰到门把前, 门突然打开, 泽尔达站在雷切尔面前, 他拖着背, 身子扭曲, 由于身体过度变形,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侏儒, 不过六十厘米高, 不知为何, 泽尔达身上穿的是凯奇的恋服, 但的确是泽尔达, 他的眼睛露出疯狂般的喜悦, 他的脸色暗红, 的确是泽尔达在叫, 雷切尔, 我终于回来找你算账了, 我要把你的被扭得跟我一样, 我要你永远下不了床, 永远下不了床, 永远下不了床, 究竟蹲在泽尔达一侧肩头, 泽尔达的面容在犹疑, 变化, 在不断增长的恐惧中, 雷切尔认出眼前不是泽尔达, 他怎么这么糊涂, 原来是凯奇, 他的脸色不是暗红, 他满脸都是血, 他的脸肿得厉害, 好像受了重伤后, 被一双笨拙而漠不关心的手, 把脸皮勉强缝合起来, 雷切尔呼唤凯奇的名字, 同时张开双臂, 凯奇跑进他怀里, 但是他一手藏在背后, 好像那只手里握着一束刚从园里采来的鲜花, 妈咪, 我带了东西给你, 凯奇尖叫道, 妈咪, 我带了东西给你, 带了东西给你, 带了东西给你, 六时, 刘易斯, 克里德醒来时, 只见满眼阳光, 他试着坐起身来, 但被痛有如刀刺, 痛得他脸孔扭曲, 他又倒在枕头上, 朝下一瞥, 哦, 天, 他没脱衣服就睡了, 刘易斯躺了很久, 然后忍住每寸肌肉的僵痛, 坐起身来, 哦, 他妈的, 刘易斯低声诅咒, 他刚坐起来的头几秒间, 整个房间微微摇晃, 他的背向刻柱掉的牙齿, 阵阵抽筒, 当他转动头部时, 觉得脖子里的筋, 全换成了生锈的锯子, 他的膝盖最糟, 消肿止痛药膏, 一点用都没有, 早知如此, 他应该给自己打一针颗体松, 膝盖现在在裤管里, 肿得像个气球, 刘易斯慢慢弯腿, 坐到床边, 他把嘴唇咬得发白, 然后他一伸一驱, 活动膝部关节, 按照疼痛程度来判断, 到底有多严重, 也许凯奇, 凯奇回来了吗, 一想到凯奇刘易斯望的痛处, 立刻站起身来, 他歪歪倒倒地走出卧室, 走到对面凯奇的房间, 他兴奋地朝四壁张望, 颤动地嘴唇念着儿子的名字, 房间空无一人, 他又拐着脚走到埃利房间, 没人, 再走进那个朝向公路的空房间, 也是空荡荡的, 他望向公路那边, 有辆陌生的车子停在贾德森的小卡车后面, 那又如何, 陌生车子可能表示出了麻烦, 所以值得大惊小怪, 刘易斯用手撩起窗帘看个明白, 是辆蓝色雪佛蓝, 悬卧在车顶的显然是纠结, 刘易斯仔细看了半晌, 才放下窗帘, 贾德森家里来了客人, 值得大惊小怪吗? 这时候担心凯奇究竟会不会回来, 未免太早, 纠结那时候差不多到下午一点才回来, 而现在才早上九点, 一个美丽的五月清晨, 他布房下楼煮壶咖啡, 取出热敷软垫包裹膝盖, 再纠结卧在车顶上做什么, 别疑神疑鬼了, 刘易斯大声自言自语, 然后开始薄星下楼, 猫随遇而安, 爱睡哪里就睡哪里, 这是他们的天性, 但是究竟早就不去公路那一边了, 记得吗? 别啰嗦, 刘易斯停在楼梯中途, 喃喃自语道, 他几乎是侧着身体下楼, 一个人老跟自己讲话已经够糟的了, 那个, 昨夜在森林中出没的那个是什么怪物? 刘易斯昨晚梦见了森林中的怪物, 从迪士尼乐园梦到林中怪物, 似乎极其自然, 刘易斯梦见怪物接触到他, 破坏了一切美好的梦境, 丑化了一切善良的意愿, 那是识人怪, 他不止让刘易斯变成痴人的人, 而且也变成识人者之父, 在梦中, 刘易斯又来到宠物公墓, 不知他自己, 比尔和蒂米也在哪里, 贾德森也在场, 看起来像死人一样, 用布条做的绳子牵着他的斑斑, 莱斯特, 摩根和那头用一节拖车铁链套着的公牛也在, 不知为何, 雷奇尔也在, 他可能用餐食打翻了西红柿酱, 或是弄翻了蓝莓果酱, 因为他的衣服上建了许多红色污点, 就在树种后方, 升起一个高大无比的识人怪, 他烂黄皮肤, 眼如戴照雾灯, 而似羊角, 一个原出女人, 壮如蜥蜴的怪物, 他用尖角指甲, 指着正伸着脖子观看的每一个人, 够了, 刘易斯低声说, 这声音令他震颤, 他决定去厨房给自己弄早餐, 就跟往常一样, 单身和早餐, 两个煎蛋, 面包上抹蛋黄酱, 里面再夹片洋葱, 他闻到身上的汗味及泥土味, 先别忙着洗澡, 稍后再说, 现在要他脱掉衣服洗澡, 似乎太费事了, 他想, 也许应该从医药包里拿出解剖刀, 把裤管割开, 让肿胀的膝头透透气, 用制作精良的解剖刀割裤管, 未免太糟蹋, 可是雷切尔的红色缝衣剪刀太顿了, 先弄早餐, 因此, 刘易斯穿过客厅, 但又改道走向前门, 再看看停在贾德森家车道上的蓝色雪佛兰, 车身上有层露水, 这表示车已经在那里停了一段时间, 究极还在车顶上, 不过没有睡觉, 他似乎正用丑陋的黄绿色眼睛注视着刘易斯, 刘易斯连忙后退, 好像被人发现了自己在偷窥, 他转弯走进厨房, 取下一个煎锅放在炉子上, 从冰箱拿出两个鸡蛋, 厨房的光线很好, 清新又明亮, 刘易斯想要吹口哨, 口哨可以让这个早晨更好, 但他吹不出来, 周围的景物看来正常, 但又令人不安, 这幢房子空洞的可怕, 昨夜的工作沉重地压在心头, 周围的一切都不对劲, 他觉得有个阴影在盘旋, 他感到恐惧, 他蹒跚地去厕所, 拿了两片阿斯匹林, 用一杯橙汁冲下肚里, 他正走向炉子时, 电话响了, 刘易斯没有立刻过去接听, 只是看着电话, 自觉是个笨蛋, 直到此刻, 他才慢慢发现, 自己在玩个连自己都不懂的游戏, 不要接电话, 不要去接, 因为是坏消息, 电话现身到拐角, 在通往黑暗, 我不认为你会想看到线路另一头, 刘易斯, 我真的不认为你会想看, 所以别接电话, 跑, 快跑, 车子在车库, 开车就跑, 千万别去接电话, 刘易斯穿过厨房, 拿起话筒, 跟以往许多次一样, 他把一只手放在轰衣机上, 是欧文, 古德曼打来的, 当听见欧文说, 卫时, 刘易斯发现了厨房地板上的尼迹, 小脚印, 他的心脏好像立刻停止跳动, 他觉得眼球在眼窝里向外膨胀, 他相信, 如果前面有面镜子, 他一定会从镜中, 看见一张十七世纪封人院的人像, 那是凯奇的脚印, 凯奇已经来过了, 天还没亮他就来过了, 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刘易斯, 我是欧文, 刘易斯, 哈喽, 你在听电话吗? 哈喽, 欧文, 刘易斯说, 他已经知道欧文要讲的话, 他明白了那辆蓝色小车的来头, 他全明白了, 线路通往黑暗, 他可以在看见线路的另一头钱放手, 但这是他的线路, 是他买来的, 我以为电话断了, 古德曼说, 没有, 话筒从我手里滑掉了, 刘易斯声音镇定地说, 雷切尔昨晚赶回家了吗? 哦, 赶回来了, 刘易斯在想, 那辆蓝色小车, 纠集卧在车顶, 他的视线在跟踪尼迹, 我要跟他讲几句话, 古德曼说, 马上是埃丽的事, 埃丽, 埃丽怎么了? 我想我得跟雷切尔, 雷切尔现在不在家, 刘易斯粗声说道, 他去买面包, 牛奶去了, 埃丽怎么了? 快说吧, 欧文, 我们必须把他送进医院, 古德曼不情愿地说, 他做了一连串噩梦, 他像发神经一样大叫大闹, 他, 医院给他镇静记了没? 什么? 镇静记? 刘易斯不耐烦地说, 给他服过镇静记了没? 哦, 有, 有给他一片药, 服下去后他就睡着了, 埃丽说了些什么? 他说过, 是什么吓得他这么厉害吗? 刘易斯用力握紧话筒, 指关节都变白了, 古德曼那头没有回应, 一段好长的沉默, 刘易斯很想打破沉默, 但他没有作声, 多利被他的话吓坏了, 欧文终于开口道, 埃丽大发神经前, 讲了很多话, 多利也几乎你知道的, 他讲了什么? 他说伟大而恐怖的魔法师杀了他妈妈, 跟我们另一个女儿泽尔达常说的完全一样, 刘易斯, 所以我说我得跟雷切尔说话, 你和雷切尔究竟告诉过埃丽多少关于泽尔达病死的事? 刘易斯闭着眼睛, 整个世界仿佛在他脚下摇荡, 古德曼的声音像是来自浓厚的雾中, 你可能会听见像是说话的声音, 不过那是从南边传来的前鸟叫声, 声音能传得很远, 刘易斯, 你还在吗? 埃丽会没事吧? 刘易斯问道, 他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也很遥远, 他会没事吗? 医生怎么说? 说是丧失引起的迟发性震荡, 古德曼说, 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做的诊断, 医生说他还在发烧, 等他睡醒时大概就不会记得发生的一切了, 我想应该叫雷切尔回来, 刘易斯, 我很担心, 我想你也该来一趟, 刘易斯没有立刻回答, 他的眼睛注视着那些你脚印, 刘易斯, 凯奇已经死了, 古德曼继续说, 我知道这是很难接受的事实, 你和雷切尔都很难接受,